马努宣布退役,马次做了个不可思议的决定,令帕特莱利自残行贿,马努宣布退役,马次做了个不可思议的决定,令帕特莱利自残行贿,北京时间8月28日,注定是个极其特殊的日子,14年的今天在雅典奥运会赛场,中国110米跨栏创造了历史,全世界都记住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刘翔,12秒就要停了世界纪录, 也是14年的今天,阿根廷南篮举起了奥运会冠军奖杯,而14年的今天,我们也因一个人的退役,而举世震惊,一早醒来全世界都在谈论马次邀到马努吉诺比利退役仪式,吉诺比利在推特中写道,今天,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,我要宣布自己从篮球界中退役,我对在过去的23年中出现在我生命里,的每个人,都怀着强烈而真挚的感谢。 家人,朋友,队友,教练组,工作人员,球迷,这是一趟美妙的旅程,远超我最狂野的梦想,当初做梦也没有想到,马努在这16年NBA职业生涯里,带给了我们太多太多,美妙的瞬间和美好回忆, 他的退役也正式宣告GDP时代彻底落幕,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,至此联盟在无摇倒出烧,在无蛇形突破妖娆全场,以待人青春的羞耻福,他的伟大与传奇,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。 各个球星各个球队全世界各路媒体也纷纷发表,什么对马努退役的不舍于称颂,阿根廷总统毛比西奥马特里,在社交媒体上更是野民,足的骄傲来形容吉诺比利, 而他在马四队史所创造的一连串记录也让人惊叹不已,出场数1057场第三,得分14043分第五,三分命中数1495第1,助攻数4001第4,抢断数1392第1,职业生涯的正负值突破6400,位列历史第4,超级马努及其辉煌的职业生涯,荣誉无数,而就在马努宣布退役后, 马次做了个不可思议的决定,那就是将会裁掉吉诺比利,以裁掉的方式让马努离开马次离开联盟,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不可理喻, 功虚老臣最后以被裁掉的方式离开,其实马次这么做是为了感恩他的伟大而做,因为这样子马次将可以名正言顺的支付他下赛季250万的薪水, 这是马次对功臣最高的礼遇,石佛邓肯退役也享受到这般高规格待遇,而马努第二个,这真的很暖心,不得不为马次这般作为大大的点赞, 因为合同期内球员退役,球队是不用支付薪水的,而马次用裁掉的方式让马努离开,用250万,给了他最高的礼遇最高规格的尊重, 说到这儿,就不得不提同样是球队卓越功勋,堪称队魂的德维恩维德,他把职业生涯最辉煌的青春,奉献给了麦阿密热货,为麦阿密这座城市,带来了三座好布莱恩杯, 而今年满36岁的闪电侠,目前是完全自由球员,他有箱里还有机油,他还在等热货,一份合同更是一份,尊重就会立刻重回赛场, 可是时至今日麦阿密别说合同连一份报价都没有,热货总裁帕特莱利前阵子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们期待维德的回归, 但是并不透露半点合同薪水的事,一年530万的迷你中产合同估计都舍不得给,就想对魂回来,继续充当票房保障,真的令人发指, 对比一下马次对马努的高规格领域,再回过头看看帕特莱利,对维德的所作所为,真的是偏壤之别, 同样的球队功勋,同样的球队传奇,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? 马努和统期内提前退役球队都还要硬塞他250万,而下赛季还渴望披上三号热货战袍, 浴血奋战的维德,你们连530万都舍不得给,忍不住想质问热货总裁帕特莱利, 你的良心不痛吗?马次的做法,你是不是该感到深深的羞愧?